人生一路上磕磕碰碰,吃了不少的苦,你也依旧会有成功逆袭的希望,其实真正将来非富即贵的人,身上往往都有这几个特点,好日子在后头,这里是国学典籍,带您解读俗语,走进国学,懂得隐忍,有道士,不明则已,亦明惊人,不飞则已,亦飞冲天。 那些趾高气扬,炫耀显摆的人,大都很难有好下场,三国时期的司马懿,为了防止曹操猜忌,主动砸断了自己的腿,为了防止曹真怀疑,装作风瘫词官回乡,一直到八十岁的高龄,才起兵造反。 夺得政权 这种隐忍的素质,可以比作木秀于林,封闭催枝,就像一棵高大的树木,如果过于骄傲和自信,展露出太多的枝叶和果实,就会引起风的摧残和破坏。 同样的,一个人也不能过于张扬和自信,否则就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和攻击,因此,懂得隐藏自己的实力,保持低调和谦虚,才是真正的智者和大丈夫。 忍耐也是实现大事业的关键,在面对各种无端指责和攻击时,也需要保持忍耐的心态,不要轻易地反击或报复,而是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。 为什么你一直很努力,却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,为什么你每天都十分忙碌,却始终看不见终点,面对这样的问题,不要急,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梦想时,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, 你就应该沉住气,静下心,记住一句话,沉住气,成大气。 事实上,真正成大气的男人,总能沉住气,必为人中龙凤,大富大贵,错不了。 有梦想,心态好。 还记得气墙故事的那三个人吗? 假用抱怨的语气说,没看见吗? 我在气墙,以用平静的语气说,我再建一座高楼。 丙微笑着说,我在建造一座美丽的城市,最后三人的结局大相径庭,假依旧在气墙,已成为建造师,并成为了城市的领导者。 这是有梦想和没有梦想的区别,这也是一个人的心态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。 梦想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信念,每个人心中都应有一个生活下去的信念。 没有梦想,就如同驴拉末,永远都在原地打转,有梦想,才会有追求,才会挣脱束缚前进着。 诸葛亮的《借子书》中说,至当存高远,一个人只有远大志向和梦想的人才能够成就大事。 因为他们目标明确,看得长远。 有句话说,得好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 一个人只有拥有一个信念,一个梦想,才不会将眼光局限于眼前的苟且,才会到达远方。 同样,心态也很重要。 气强的三个人,对他们命运产生影响的还有他们的心态。 第一个人抱怨,第二个人平常,第三个人积极向上。 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,无论一个人身处多么糟糕的环境中,上帝都为其留了一条路,我们就应当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去发现这条路。 有毅力,懂得坚持。 人生就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。 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,让积极打败消极,让快乐打败忧郁,让勤奋打败懒惰,让坚强打败脆弱。 毅力是一种优良的意志品质,是古今中外一切有成就的人必备的品质。 居里夫人曾经说过,一个人没有毅力,将一事无成。 毅力可以攻克世界上任何一座山峰。 西游记中西天取经的唐三藏,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,才能够取得真经。 我们或许无法想象,一听八十一这个数字,就已经在心里默认放弃了。 可唐僧无论是遇到什么困难,心里永远都有自己的坚持。 那就是,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,前往西天取经,他永远只说自己坚持的理由,从不说放弃的借口。 任何一个有着坚强毅力的人,都不会光想而不做,不会被困难和挫折吓到,想要放弃很容易,随便给自己寻找一个借口,一个理由就可以,但坚持却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。 很多人常常想,明明自己各方面都比别人强,却没有别人成功,其中少的就是坚持。 俗话说得好,修塔修到塔尖。 百度百到江边,意思就是,时候做任何事都不能够半途而废。 很多人都知道一万小时定律,我们眼中的天才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卓越非凡,高人异等,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,敢打拼,敢尝试。 长大之后会发现,人与人之间差别是非常大的,有的温饱都无法解决,有的一辈子碌碌无为,有的年轻时就已经闯出一番事业,而有的大气晚成,造成这一差距的, 就是一个赶字。 电视剧《知否》中的盛明兰说过一句话,让我印象尤为深刻,人与人之间就是看能不能够豁得出去。 这也就是敢与不敢的事,梦想已经找到,那么就要为其而去努力打拼,能否实现梦想, 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努力打拼,不断尝试,敢打拼,敢尝试,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有更多选择的资格,并能够赋予我们改变的可能。 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,富人之所能够成为富人,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为目标不断尝试和打拼,舞台再大。 但是你不敢上去,那永远只能是观众,未来再美好,若是你不去拼搏,那永远就只能做平庸的人。 亚历山大说,敢于拼搏尝试的人。 没有不可能,机会并不是凭空降临,人也不是生下来救回所有的东西,但只有我们敢于尝试,并为其努力,机会才会来到我们身边,才会有所成就。 学会创造双赢,已经,福损一支,无救,真吉,利有优往,得逞无加,意思是,不减损他人的利益,往往是增加他人的利益,并没有过错,坚持下去极力,会有大收获,可得闲人福总。 再一次,记者专访李泽凯,你的父亲李嘉诚到底教会了你怎样的智福秘诀。 李泽凯说,父亲从来没告诉我赚钱的方法,只教了我一些立身处事的道理,父亲叮嘱过。 你和别人合作,如果你拿七分合理,八分也可以,那么我们李嘉拿六分就行了,这便是李嘉诚的成功指导。 一个人视野的凹凸,决定了你的人生上限,视野低的人目光短浅,只在乎只需眼前的迎头小利,常常因而开罪他人。 而视野高的人,眼光放得更久远,垂青的是久远的利益。 在面临利益时,他们懂得自动让步,让利于人,乃至自动共享利益。 最重要的是,拥有视野的男人都很受大家的幸福,将来必成大切。 当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从对方身上多得利益的时候,以为赚得越多就会越成功,结果却是多赚了眼前利益,而输掉了将来。 只有懂得双赢,才能够福报不断。 拥有傲骨 一个人身上拥有傲骨,才能够坚持做好自己。 毕竟,每一个人生活在现实中,很难得到所有人的满意,会不时地遭受到攻击和抱怨,会有人我们的背后说我们的是非,甚至会有人当面想要改变我们的意志和想法,想让我们按照着他们的方向走,后围人师是大部分人的通病。 因此,如果一定的傲骨,就会随波逐流,不敢坚持自己真实的想法,甚至原则都不敢坚持。 但千万不要把傲气当成傲骨,傲气是一种盲目自大,是会让自己失去好的人员,会给人盛气凌人的感觉,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立。 我们做人,不要有傲气,一旦有傲气,我们就开始走下坡路,会变成固不自封,很难再有进步。 拥有傲骨,表面是温和,但内力是有非常强的原则性,会坚持自己的思考和想法。 拥有傲骨,往往都很有志气,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 不让自己落后于别人,能做到谦卑。 一个人,越是能够谦卑,越是容易成大事,越谦卑,越会让人感觉到有亲和力,会让自己的朋友圈越来越大。 越谦卑,越是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,并且努力去学习,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。 可能会有人错把谦卑当成自卑,自卑和谦卑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 自卑,是看不到自己的优点,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,同时又把自己封闭起来,越自卑,越是不善于去学习新的知识。 自卑的人,遇到问题,会选择逃避,会躲起来,而谦卑,则是敢于面对自己,并且有强大的底气,不会想通过讨好别人,让他们尊重自己,越谦卑,越是明白面子不是别人给的,而是自己挣来的,一切取决于自己的真正价值。 一个人追求成功,不能够说说而已,有过人的隐忍能力,能喜欢枯燥的积累,有坚持不懈的毅力,这样的人到头来一定可以有一番作为,命运是公平的,付出了多少就能有多少回报,今天碌碌无为,只要你拥有以上的品质,你就是哪个大富大贵之人。